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12篇第37章地球地球 眼卓王的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 能不得意吗 他上次让手下在地球上安放一块不朽经 其实是准备将来某个时候找机会对付罗峰 这种龌龊的手段 没想到反而现在立了大功 这地球还是偏僻 其他宇宙尊者麾下的不朽神灵中 又有谁会在地球留下坐标信物啊 一名地坝独角老者哈哈笑道 没有坐标信物 就根本没办法直接神国传颂抵达这 所以我们绝对是最快的 哈哈哈哈 眼卓王笑容更甚 旁边脸上有着鱼鳞的黑色战坎女子点头 其他宇宙尊者如果派出人马 最快也得先靠神国传颂抵达最新的某个地点 然后靠宇宙飞船慢慢飞过来 黑龙山星域本就是一普通的星域 一共才两个不朽神灵 那些宇宙尊者麾下 要有谁会在这种地方留下坐标信物呢 必须有一个坐标信物 这样才能进行神国传颂 当初狄伦带着罗峰 也是先抵达前无宇宙国某个点 然后乘坐宇宙飞船 好些日子才抵达穷女星 估摸着其他宇宙尊者麾下 最快也得三五天吧 嘶哑的声音从一惊瘦彪悍的 蜥蜴的脑袋男子口中传出 眼卓师兄 来到地球该怎么做 你下命令吧 我等五人自然是听你号令 黑色战肯女子说的 哼哼哼 诸位师弟师妹 既然这么说 那我就下令了 眼卓王微笑道 此次灼火尊者 麾下共来了六名 蜂王级不朽神灵 十二名 蜂侯级不朽神灵 虽然说在蜂王级中 眼卓王实力算是排名垫底 可是他资历老 他父亲还没成不朽前 就有了这么个独子 而其他那些蜂王级不朽神灵 几乎都是在 世火尊者成了尊者后 摆入其门下 所以 世火尊者门下诸多弟子 眼卓王资历极高 算是二师兄 不呢 眼卓王忽然喊道 道人 一名体精魁梧的 银色战开光头男 瞬间上前 恭敬行礼 我们这么多 蜂王级不朽神灵出现 恐怕会吓得那 罗锋根本不敢现身 而且他也和我有些矛盾 这次 父亲的命令 最是重要 所以能够轻易 买下地球 那就没必要 弄那些繁琐的手段 你出发 想办法引出 罗锋来和你谈判 眼卓王下令 耳朵王下令 耳朵道 那罗锋一个土著出身 恐怕根本不知道 这地球的特殊 就连我父亲等诸多宇宙尊者 也是刚刚知晓 那罗锋怎么可能知道 所以轻易将地球买到手 还是很容易的 比如你直接说购买银河系 这样也避免他意识到地球的特殊 眼卓王笑道 属下明白 那魁梧的光图能恭敬道 去吧 眼卓王下令 一旦有什么动静 立即通知我等 是 魁梧的光图能 划过一道流空 迅速消失 周围师弟师妹 防止那罗锋回到地球后 发现我们 那样不纳谈判 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 我们还暂时前往宇宙星空吧 眼卓王看向周围其他不朽神灵 目光落在 那碧发独角的老者身上 九师弟 就靠你了 哈哈哈哈 碧发独角老者一笑 虽然在场 有六位封王级不朽神灵 可是能施展瞬移的 却仅仅只有他一人 顿时不朽之力 笼罩周围一群不朽神灵 走 耍 这一群不朽神灵 瞬间就消失在地球 同时出现在了一光年之外的荒芜星空中 跟他手段再厉害 也根本不可能发现一光年外的我们 必发独角老者自信他 呵呵呵呵 眼卓王等其他五名封王级不朽神灵 都笑了起来 另外十一名封侯级不朽神灵 则是乖乖的跟在一旁 浩瀚的星空中 这群不朽神灵 就站立在星空中 彼此畅快的交谈 静后那边不朽的船讯 一旦有船讯 他们透过瞬移可以瞬间抵达地球 地球 欧亚大陆华夏国 扬州城 罗家老宅仅仅居住的近万人 生活在地球的罗氏族人都不足三万 更多的罗家子弟是管理银河系 适合一些权贵家族接触 并且做一些生意等等 有罗锋监察特使这个身份在 罗家做生意的确太容易了 这老宅人虽然少 可是地位却极高 首先主母徐星就居住在地球 还有家主罗锋的亲生父母 也是在地球 罗锋的弟弟罗华 以及一双儿子 虽然会经常在宇宙中闯荡 可在老宅居住时间也挺久 妈妈 妈 在罗家老宅宽阔的草地上 一眼看去 足足数百个婴儿在地上乱爬 有些还奶声奶气的喊着妈妈 徐星站在远处 笑看着这些婴儿 这数百婴儿只是罗氏家族 大量新生子弟中 极少的一小部分 毕竟数百年的繁衍 单单罗家血脉就有数十万人 每年新生婴儿都是很庞大的一个数字 这数百婴儿 也属族内精英子弟的婴儿 否则哪有资格在老宅长大 没办法 家族庞大后 特别是经过上千年 数千年的岁月 花下过五千年的文化 一个家族如果经过数千年繁衍 有足够的土地 粮食 各种资源 加上可以取多鸡 那么人口将会远远超过现如今地球上总人口数量 地球人口之所以就那么低 主要是土地 粮食等限制了繁衍速度 庞大的人口注定了会有森严的族规 族内地位高低 层次之分会越加明显 封 无形的微样 瞬间笼罩整个罗家老宅 谁 十一道人影冲天而起 正是驻扎在罗家老宅内的十一名戒主 十一名戒主都怒看向天空 在天空中 正凌空站着一名体型魁梧的银色战开光头男 那光头男正微笑着 全身弥漫着无形的法则薇亚 他整个人就仿佛一颗耀眼的太阳 神灵 幸好这不朽神灵控制住薇亚 仅仅是为了警告 否则那些婴儿们恐怕就活不了了 不朽 其中一名戒主护卫低吼道 这里是前无分部 检查特使罗锋的住处 我等奉 虚拟宇宙公资命令 为罗锋特使护卫军一员 不知道不朽 来我们这所为何事 我要见罗锋 犹如太阳般耀眼的光头男微笑着 低头俯瞰 目光落在徐星的身上 一伸手 耍 徐星凌空飞起 朝那光头男飞去 却挣脱不掉 而光头男无形形成的威亚 笼罩整个罗氏老宅 笑道 我只是要见罗锋 就这么简单 不要让我生气 否则 后果会很严重 虚拟宇宙 与香山原始区 罗锋的庄园 罗锋正在书房中 之前不死尊者和他的谈话 令他困扰不已 地球 不死尊者 已经是巨幅斗舞厂 真正最高层的一员 地位何等的崇高 竟然亲自来找我 就是为了买下地球 罗锋皱眉 心中思索着 我家乡地球到底有什么特殊 而且上次 我在地球发现的神秘黑色的金属板 显然也说明了 地球有一些特殊 和我那老师呼颜博 控制地球那么多年 我也没听巴巴塔说 地球有什么特殊啊 我地球人类历史记载 也没有看到有特别惊人的地方 罗锋疑惑 忽然 嘟嘟嘟 旁边的屏幕上连续出现通话申请 巴巴塔也接链喊道 是你儿子罗平的通话申请 还有那白卡罗的通话申请 还有敌范的 还有你的借主护卫 还有你父亲罗空国的 全部接通 罗锋面索一遍 刷 书房中凭空出现数十块屏幕 屏幕上都出现一个个人影 都是在地球上的人影 爸 你快点来嘛 妈被抓走了 来个不朽神灵 主人 不朽神灵来了 这是视频 罗锋殿下 各种糟杂急切的声音 几乎同时响起 罗锋何等能耐 兴奋数十有 瞬间就听清楚 每个人说的 还有那些个视频也看得清清楚楚 顿时令罗锋脸色大变 连将庄园中的敌伦找来 殿下 敌伦疑惑地看着罗锋 你看 罗锋指着面前数十块屏幕上 很多屏幕上都在播放 罗平 狄凡等人记录的视频 是不朽神灵 哦 是封侯级不朽神灵 粉星猴布呢 狄伦一眼就认出 宇宙人类族群的所有不朽神灵 加起来虽然多 可是不朽神灵们记忆力也极强 一般是能够认出 绝大多数不朽神灵的 他在挟持我的家人 罗锋脸色一变 走 回地球 马上 是 敌伦也没劝阻 原本在暗宇宙中飞行的 陨墨星号飞船 迅速减速宇宙穿梭回元宇宙 然后通过神国传送 先传送到敌伦的神国中 然后再透过敌伦的神国传送 前往太阳系 太阳系 火星上 迷蒙光芒 亮起荡气丝丝的连翼 出现了一艘血色的三角星飞船 正是陨墨星号 因为地球是罗锋的家乡 为了紧急时刻能够回到地球 迪伦是在地球上摆放有坐标信物的 同时谨慎期间 在太阳系足足十二处地方存有坐标信物 毕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直接传送到地球的 比如现在 不朽神灵 波纳就在地球 他一念即可覆盖观察整个地球 一旦迪伦 透过神国传送出现在地球 那么 波纳很容易就找得到迪伦神国的坐标 被别人知道神国坐标是非常危险的事 殿下 我们马上就能抵达地球 云墨星号迅速的加速 化作一道流光 很快就达到光速直接穿梭宇宙 刚刚宇宙穿梭进入暗宇宙 紧接的又由宇宙穿梭回元宇宙 这一来一回数十秒钟 却已经到了地球外太空 欢迎收听科幻小说 吞噬星空第十二篇 第三十八章 谈判 罗锋狄伦伦二人 化作两道闪电 瞬间就冲破大气层 到了扬州城罗家的上空 嗯 罗锋一眼就看到远处的半空中 那散发的强大神威的高大魁梧的不朽神灵 那名不朽神灵身侧 正站着自己的妻子徐星 而徐星这时候显然被束缚住 根本挣脱不开 爸 殿下 主人 那些站着的一群戒主们看着罗锋 敌伦出现 都露出一丝喜色 连被束缚着的徐星看到远处罗锋出现 眼眸中也有着一丝激动 同时也有着一丝担心 哈哈哈哈 罗锋殿下来得果真是快呀 犹如耀眼太阳般的不朽神灵 我控制你的妻子 也只是想要迎你来见面 并没有任何伤害的意思 殿下既然让我放开你的妻子 我当然照办 说着 徐星便发现束缚消失 他没多说 而是迅速飞落到下方的草地上 罗锋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粉青猴 粉青猴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来来来 我们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坐下来 慢慢谈 粉青猴道 简单 罗锋点头 同时藏匿在世界戒指中的磨杀族纷身 则是释放原海中的世界之力 因为罗锋炼化这一枚世界戒指 所以唯有罗锋能够轻易地出入这世界戒指 而其他人如果被关起来 是根本找不到出路的 磨杀族纷身原河中释放的世界之力 当然循着路径 轻易出了世界戒指 弥漫开局 世界之力 复散整个罗家老宅 输 包括父母罗鸿国 龚星兰 妻子徐星等所有的家人 包括敌反等人 全部收入体内世界的其中一片大陆 精致大陆 被收进去的敌反 以及那十名戒主等人 根本不知道是被收进世界戒指 还是体内世界 毕竟不管是体内世界 还是一方世界 唯一的区别是承载物 体内世界承载物是原核命核 而一方世界 承载物则是一些珍贵材料 炼制而成的 布娜 走 到下面我们慢慢谈 罗锋笑道 呵呵呵 罗锋殿下真是小心啊 魁武的光图男布娜 扫视了下方一眼 整个罗家老宅是空荡荡的一片 他也不介意 微笑着跟随罗锋 狄伦飞到罗家老宅的其中一个庭院内 庭院中 罗锋狄伦 布娜三人坐下 说吧 罗锋看着布娜 但笑道 飞行猴 你辛苦来找到我地球 又不惜自降身份 用这种手段逼我出来 和你面对面的交谈 到底有什么事啊 哈哈哈哈 说来有些惭愧啊 布娜微笑着 脸庞上都隐隐有着圣洁的光芒 弥漫着光线法则的气息 我偶然来到银河系 游逛银河系 对着一个星系很是喜爱 实在是忍受不了喜爱之意 所以才青来殿下的家乡地球 想要和殿下购买下这银河系 罗锋一证 买银河系 之前不死尊者要购买银河系 现在这个风猴级不朽神灵布呢 也来购买银河系 一朵星系的正常价格 一般不足一魂元单位 不过我也不想让罗锋殿下你吃亏 宁可出价一百魂元 买下这银河系 不知道殿下可否愿意啊 乌纳笑看着罗锋 一百魂元 好高的价格 罗锋感叹一声 搞笑 能够让巨斧斗舞场真正的最高层的一员 不死尊者亲自出马 当时还任凭罗锋提条件 对不死尊者那等存在 就算提出索要相当蜂王级不朽神灵的平均身价 数十亿魂元单位 不死尊者恐怕都会答应 就算最后 不死尊者也仅仅是索要了地球上的一个小岛屿 不死尊者何等身份 也仅仅得到地球上的一座岛屿 一百魂元单位还真是做梦 恐怕是认为我还不知道地球的特殊呢 罗锋心底冷笑 不高不高 心头之爱 也该有一百魂元单位这价了 不难笑的 也行 罗锋点头 银河系其他星球我愿意卖给不能 不过地球是我的家乡 是肯定不行的 不难错 罗锋心底冷笑 就这么欣赏着这位封侯级不朽神灵的表情 装吧 装吧 看你能装成什么样 我很是喜爱银河系 更觉得银河系最精华就是在这地球 不难连道 罗锋殿下你就抱一个心理下 只要差不多 我愿意给 哼 罗锋猛地站起来喝道 不难先生 你也知道地球是我的家乡 哪有卖掉家乡的道理 没有一点希望 布纳看着罗锋 没有 罗锋摇头 那就没办法了 布纳摇头同时透过虚拟宇宙网络 迅速给眼卓王等人传讯 嗡 地球的南非大陆上空 瞬间出寻一群不朽神灵的身影 紧跟着同一刻 这群不朽神灵直接顺移到了罗家老宅这座庭院当中 庭院中 有不朽神力搜索 地论连忙传音告诉罗锋 嗯 罗锋心中一惊 只见这庭院旁边的空地上 凭空就诞生了一大群人 足足十七人 各个释放着可怕的神威 那无形的威亚 连罗锋脸色都是有些苍白 眼卓王 罗锋看着这群突然出现了存在 穿着华美的眼卓王 还有那气度威亚的必发独角老者 让人心颤的脸上满是鱼灵的黑色战铠女子 穿着看似破烂 却散发着特殊气息外袍的男子 还有好似蜥蜴人的神灵 和眼卓王并列站着有五个人 各个气度威严 让罗锋心惊 在这些人身后的十一名不朽神灵 各个威亚都要比迪伦强些 罗锋 我们又见面了 眼卓王微笑着 眼卓王 罗锋起身迎进 旁边的低伦却是脸色微变 传音道 殿下 包括刚才的布娜 这十八名不朽神灵 有六名封王级不朽 十二名封猴级不朽 这是一股非常非常可怕的无力 而且都是属于巨幅斗无常的 殿下务必小心谨慎 我明白 罗锋传音应道 心中疑惑思索起来 十八名强大的不朽神灵 取之 那些宇宙国主麾下 可是连一个封王级都没有 一般是五大势力麾下的宇宙尊者们 才会有封王级不朽神灵跟随 足足六大封王级不朽神灵 这绝对是能够横扫大半个宇宙国的可怕武力 这十八人都是巨幅斗无常的 之前那位不死尊者也是巨幅斗无常 怎么都是巨幅斗无常的呢 罗锋心中疑惑 嘴上却是说道 不知道殿下专程来到地球 所谓何事啊 别紧张 坐 连卓王自己先坐下 旁边的其他五名封王级不朽神灵也坐下 旁边其他五名封王级不朽神灵也坐下 是 罗锋坐下 前段时间连卓王还跟自己撕破脸 现在却笑脸过来 我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布纳也说了 我就是要买下你的地球 脸卓王坐在那 那笔女人手指都要美丽百倍的金银手指 轻轻地敲击着石桌 微笑地看着罗锋 废话不多说 你说个价吧 我们好买好卖 罗锋皱眉道 地球是我的家乡 一口架 眼卓王直接打断罗锋的话 轻轻竖起一根手指 一亿魂元单位 站在罗锋身后的低论都是一惊 一亿魂元单位 我说过 我不可能卖掉我的家乡 罗锋摇头头 就算一亿魂元单位 也绝对不行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眼卓王咧嘴而笑 够有气魄 我也给你脸面 给一个天价 给你 十亿魂元单位 很多初等 风王级不朽神灵 倾家荡产也就这么多 有了这么巨额的财富 你就算将你的魔云藤 培育成不朽神灵 都非难事 罗锋依旧摇头 眼卓王脸色顿时一沉 哼 眼卓王猛地站起 怒儿一巴掌 排挤在石桌上 顿时石桌猛地爆炸开来 大量的碎石 朝四面八峰飞去 而滴伦 则是联盟施展 不朽之力 将碎石控制下 只是整个庭院 变成一片废墟 而其他的地方 则是完好 给你脸 你是不要脸 眼卓王冷笑 看着罗锋 那咱们就来 不要脸的玩法 凤 强大的不朽之力 瞬间就束缚住 滴伦罗锋 同时一股世界之力 朝四面八方 弥漫开去 瞬间就将 整个地球给包裹 收 眼卓王面色阴了 整个地球上 不怪是黄种人 白种人 黑人 还是从其他星球 购买的一些奴隶 只要是生活在 地球上的人类 全部都被收入 世界界之中 至于地球 因为是被他父亲 是活尊者所看重 他也不敢乱收地球 就在这一瞬间 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只剩下 这个庭院上这点人 现在地球上 除了这个庭院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 眼卓王 是放开不朽 神力受服 罗锋面色一变 联盟 释放念力 横扫开去 只见华夏国 一座座城市 都空荡荡的 那些饭菜 还在煮着 茶水杯 热气还在冒着 可是却 没有一个人影 整个地球 除了这个庭院 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类 废墟般的庭院中 眼中猛冷 看着罗锋喝道 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路 答应转移地球所有权 你可以得到十亿 还原单位 和地球所有人类 第二条路 拒绝我 那么被我收进一方世界的地球人类 全部死掉 一个不留 请不吝点赞